大家好,我是Akira 好久不見 很開心來到Yupro 今天是在台灣第一次公開活動 一開口就是一連串中文 日本男星也是邻居臨丈夫Akira 輸著招牌由頭穿上卡其色西裝登場 閃光燈馬上閃不停 因為這是她當爸後首度在台露面 大壽中文雖然還是被黃子椒虧了一下 讓全場都笑翻 Akira愛相隨跟著林志玲回台 出席時尚活動賺奶粉錢也談台灣生活 看得出來對台灣的愛超濃厚 Akira也說雖然台人有很多不同風俗習慣 但每次來都有特別感受很放鬆 直言台灣非常適合自己的身體構造 做任何事吃任何東西都沒抵抗 而談到個人的時間分配 Akira愛意滿滿 Akira談到就算有一個人獨自的時光 但還是不自主會去想家裡的事 更感謝林志玲在她忙碌時照顧家庭 至於外界關心會不會覺得國民姐夫頭銜 被DICE丈夫去軍業拿走 她少說完全不會 只想給出祝福 TVBS新聞 蘇凱誠 蔡明薰 徐田 三區小組 台北報導